再來我們看這隻八歲的發豆 這隻八歲的發豆主數是歪頭 然後他也看了大概從三月看到現在 這個問題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大 他最重要的問題呢 這隻狗大概11公斤 這隻才9.3公斤 他一天大概喝1500cc到2000cc的水 我們一天一公斤 80cc以上就是多喝 對不對 他現在一天一公斤已經超過100cc 所以他確定是多喝多尿 目前 那這絕道肉數都跟腦部有關係 我們的杏仁盒管喝水 都是在腦下垂體、下思丘中和體附近 所以影響到行為、認知、喝水 四膠菜在那邊會影響視力 影響最多當然是荷爾蒙 所以這部分會有四個影響 喝水它已經有影響 荷爾蒙它也有影響 然後再就是視力目前還好 然後癡呆的部分也還好 所以目前確定是多喝 像這種Case都是要給重一點的八可魚 我們之前有碰一隻蠟腸 7.7公斤 一天喝3500cc 我們一個禮拜給它24顆的八可魚 第一個禮拜先給24顆 它就降到一天喝1000cc 然後接下來就是減半 一個禮拜吃12顆的八可魚 它喝水再降到700cc 然後後來降到一個禮拜8顆 它喝水可以恢復到500cc 恢復到500cc 所以就是調節 所以你完全不能限水 你才知道你給的藥有沒有用 需要加、需要減 是要由它真正的喝水量來決定 真正的喝水量來決定 所以不能限水 你限水它會脫水 它一樣尿多 但是你限水它就是喝的不夠 所以它會產生脫水的現象 平均血壓大概是105 然後之前它做的數據在這邊 Cretinine0.6 BventryCretinine大概16 白蛋白2.6 球蛋白3.2 其他這邊沒有什麼特殊的 雪橇板409 白玉球7000 HCT46.9 這是以前做的 3月23 那檢查了當天 我只要求它做個殼體鬆 所以說它已經確定PUPD 你說Cretinine4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IDACE是0到5 我的意思是說 它今天Cushion有可能Cretinine高 對不對 有可能Cretinine正常Cushion 也有可能Cretinine是偏低的 一樣是Cushion 所以你不能由Cretinine告訴我 它是不是Cushion 所以你在早期Cretinine高 在中間的時期Cretinine正常 到了比較後期Cretinine是低的 它被復回肺抑制 所以你不能由Cretinine高低來告訴我 它是不是Cushion 然後再來就是不管它在早期中期後期 它的T4一定都是低的 所以比較典型就是Cretinine高 T4低 這是最典型的 那也有可能Cretinine正常T4低 那當然也有可能Cretinine低 T4也是低的 那這些都是Cushion 所以你要看Cretinine要看T4 我同時要看ACTH 三個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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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至少它已經有影響到喝水 有影響到荷蒙 然後再來你看它的S光 那個痴呆是不是很多彩犬會有 不只喔 彩犬也有啊 像 腦部的問題很多都痴呆 對啊 要做一個評量表 評量表 超過30分以上的資料 有個痴呆評量表 遇到很多都是彩犬 喔 那腦袋一定要做 看腦壓灌流壓 腦末的厚薄啦 腦下垂體的大小 再找看看有沒有腫瘤的證據 這樣子 這五個都一定要看 那它X光 當天做的X光看起來這樣子 它前夜大概都已經擺掉了 前夜大概都已經擺掉了 然後胃的位置 補起來 對不對 浮起來的感覺 它空的嘛 它空的 那當然這隻狗會喘 因為它肺部整個都白掉了 這邊整個都白掉 這邊整個都白掉 這隻狗一定是會喘 沒有錯 所以 感覺上就是 有個實質的東西 去壓迫到胃才對 最實質的當然是 皮脹最實質 所以要找皮脹有沒有腫瘤 或是皮脹周圍有沒有腫瘤 要去找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比較有問題在這邊 所以不排除腫瘤 可能有轉移到胸腔這樣子 就是 這邊腸子蠕動不好 只有直腸有空氣而已 小腸段幾乎都沒有什麼空氣 所以是不是有沾黏的影響 那等一下要找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沒有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歪頭 歪頭跟眼震站 它同時發生 眼震站 歪頭 這樣子 所以大部分都有 中蘇潛艇的問題 中蘇潛艇的問題 所以 中蘇潛艇除了 甲狀線功能過低 在大型狗耗發 有九種全狗耗發 甲狀線功能過低 都有可能 那當然 Colison高 T4D 也有可能 所以光Cushion就會了 那Cushion 90%都是PDH 所以一定是腦下垂體 下次就中耳底出的問題 一定要測ACDH 然後除了這兩個之外 初血性的疾病 中蘇型的耳力氣 BBCR也會 肝不好也會 凝血功能障礙也會 也會影響到中蘇潛艇 然後再來 我們講的腦末瘤最常見 腫瘤腦末瘤最常見 那這些都是有可能引起 中蘇潛艇的問題 那周邊潛艇就是指耳朵 包括耳朵也有 貓很容易有息肉 發痘也有息肉 稍微清耳朵就出血這一種 耳道增深的這種 發痘也很多 所以周邊潛艇 中蘇潛艇要會序別 那我們說過的大概 潛艇的處理方式 我們分兩種 如果你沒有Cushion的 你就可以給甲肌類固存 對不對 那如果有Cushion的 沒有PUVD 有Cushion的 PDH的 我們就建議從 從 什麼藥開始給有印象嗎 有個藥叫做舒腦有沒有 之前有跟你講過那個 從那個開始給就對了 15公斤一顆 15公斤一顆 少玩一次 然後發痘的影像 通常也不會很好看 然後不管是Poor window也好 你盡可能傳統學歷東西學要做 組織能做盡量做這樣子 這一樣跟剛剛講的一樣 二間半三間半都是 看舒張功能為主 所以我們的E-Poor E-E-Prime 也是看舒張功能 所以我們常講七歲以上 你要找四個問題 心臟 腦部 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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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PDH 絕大多數都是腦部的問題 所以你腦操能做盡量做 所以我主張七歲以上看變 就會全做一遍 E-Qett之 Lucky E-Qett之sey 心跳128 LVCI1.70也是偏低,小於2.6 因為這個VTI大概9.1 正常最好要12左右 十幾公斤就夠 小一點大概10 十幾公斤大概抓12 二十幾公斤大概抓15-16左右 VDI 要算組織就要算二間半打開關閉時間 主動脈打開關閉時間 距離黃色的Q點 等一下要算時差 要做組織分析 一屬於一普朗算六次 四槍是算兩次 三槍是兩次 兩槍是兩次加起來六次 平均一普朗 所以一除一普朗是用平均一普朗去算的 不是這個 平均一的 波折 平均一的 距離炒 平均一的 鋒 平均一的 平均一的 D属于Plunk正常 所以左心目前看起来是三级 那他一定会跟喝水的多少有关 我们说过PUPD基本上都是脱水嘛 所以送出于血量也会下降 会受到这边的影响 这可以事实上怀疑到肿瘤转移 所以育后也不好 我们什么时候会做组织土 肿瘤会做 心思虫会做 荷尔蒙异常会做 当然有显著的心律不诊你也可以做 然后高血压会做 肾衰竭会做 还有糖尿病 在人做最多心脏以外的就是 高血压 肾脏病跟糖尿病这三个 会做组织分析 那我们动物再加肿瘤 再加心思虫跟荷尔蒙 所以总共有六个 我们算主要肿瘤都是算GW1 就是My Cardio Efficiency 小于等于八十五 就是心衰竭 那你如果七十几 那育后都不好 育后都不好 好像这个肺高压也不是很严重 好像这个肺高压也不是很严重 我们看这个斜边 不然就是打normal setting去证实 这个Case心肌肥大 腔势偏小 心输出不足 心内压正常 肺高压不高 MR也不严重 但是它的My Cardio Efficiency很差 只有七十几 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只有七十四 有点不好 officer肺高压不高 所以说现在这个肺高bur 其实四肢肺也要上次 中心的肺高压不高 就是它的肺高压不高 还在这边 habil输出不高压不高 因此 我们能够做过 那种肺高压不低 我想这种肺高压不高 我的肺高压不高压不高 しか能够对 他左心的 GLS 還有-18.4 平均 -18.4 這是時差的問題 -18.4 平均 這GWE 還有90啊 -18.4 -警方 Skype 這是左心 還是他右心 比較不好 -18.4 chain -犬即錄 -熟 - дел - 列 這是左心GW190 這是右心 右心GW1的話,這邊要先輸入肺動脈收縮壓 49,輸張壓24 他GW右心只有84,不是74,84 所以他是右心衰竭 按讚 VL D C C 然后再来 看他的腹腔 这一颗 大概5公分左右 肿瘤 肝脏 所以心脏脑部 肿瘤 荷蒙 所以心脏 脑部 肿瘤 荷蒙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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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蒙 皇帝 肿瘤 脑部 肿瘤 肿瘤 你想说这一颗是肾脏 对不对 不是 肾脏是这一颗 这颗确定不是肾脏 这颗是肝脏 所以這個肝臟有腫瘤 所以他很容易拉肚子啊這個黑子 拉肚子都是用噴的 然後你如果純粹肝腫瘤對不對 我們可以給Metalformin 就是糖尿病那個藥 一公斤10mg 剛剛那是右側的肝葉 這是右側的這邊是左側的肝葉 所以他左側右側的肝葉都腫瘤 所以這case也不能給Metalformin 不能給Metalformin 因為要拉肚子 打善德鏈40公斤1cc皮下一天一次 所以這case乾葉都是腫瘤 再來是腦袋 這邊是水腦的部分 腦瘤對不對 等於嘛 就是腦瘤 下面這邊是腦下垂體 從右側太陽穴做 腦瘤正常0.2到0.25公分 目前是0.63 腦下垂體正常0.5到0.75 現在是0.88 這條是前腦動脈 往上是右側的前腦動脈 你在點的時候就要點血管 血管 看他的PI值1.47乘以10 所以腦壓大概是14左右 他剛剛的平均血壓是105 所以脑的冠流域大概是91 105减掉14 踩最高嘛 这一次是0.95 刚刚是1.47PI 往上是右侧,往下是左侧 这个case,事实上它肝肿瘤应该已经转移到胸腔去了 因为它1除1'不高嘛 所以你胸腔的病变都不是心脏引起的哦 是非心因性的哦 这边PI1.6 所以1.47跟1.6 最高是1.6才最高的哦 所以它脑压大概是16 所以你的平均血压是105 105减16 就是你的冠流压 对不对 89对不对 89 89也算偏高 所以它是属于冲血型的 所以很容易变成初血型的 所以很容易变成初血型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哪一天它昏倒了 这种狗就不用太久了 初血性的脑末瘤大概救不活 救不活 再看一遍哦 所以我们怀疑 这边是肿瘤 所以它左叶右叶肝叶全部都肿瘤 前面的肺叶整个都白掉 心内压正常 所以应该是非心因性有关系哦 这是歪头 船 这种很常见的 非常非常常见 啊卡在他PDH 一天喝1500cc到2000cc的水 前面的医院叫他限水 我说不行 你限水他就脱水 因为你喝的不够 但是尿一样多啊 永远脱水 新输出也不够啊 你在限水会脱水 新输出更低 所以这种狗都不要不要限水 八可玉给重一点 一千五到两千cc 一个礼拜大概从十五颗开始给 十五颗八可玉 然后一个礼拜后再看他喝水的量 有没有下降 所以你以他十一公斤来算嘛 十一乘以七十就好了 大概是七百七嘛 所以你先要求到一公一天喝一千cc以下就好了 然后再要求他大概七百cc上下 这样你的八可玉就可以要可以停 停在那个剂量不是停止 比如说你十五颗吃了以后喝水还有一千二 那你可能加到十八颗 那确定一千cc以下咯 那就可以降到十颗 那如果降到七百cc咯 那我们就降到八颗去做维持 从八可玉去调整他的喝水量 那绝对不要陷水 绝对不要陷水 那这个PDH除了 PDH有八九个影响 包括胆结石 对不对 胆囊发炎的反应 还有包括粘液囊肿 都跟这个有关 第一个 第二个 胰胀炎跟他也有关 所以你说验出来胰胀炎阳性 你要先排除PDH 抗理层要验一下 然后第三个他会导致部分的食道扩张 嘔吐 第四个导致肺部的实质化局部的 病变都会 然后第五个就是血栓 血栓的第一名是抗血栓 血栓 那还跟谁有关 跟高血压有关 第六个是高血压 第七个呢 是脑压上升 脑压上升跟 跟cushion也有关 所以 你光的cushion 它的并发症就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有时候你要排除疾病的时候 贺尔蒙一定要列入考虑 贺尔蒙一定要列入考虑 GEMBER